妙龄女郎为龙兄几近疯狂 帅气男友却毫不领情 狂热背后真相到底为何 你目前的心理状态是必然的 你为你前男友龙兄 演播现场波澜在起 龙兄背后是怎样的惊天秘密 精心收看疯狂龙兄的女友 整天说我跟那个有关系 跟这个有关系 手机手机放你面前 你能查到什么 你能查到一条半条你在来找我 你能看到我在外面 搞外面你在来找我行吗 跟那些女客户在一起之后 你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 你就知道那几个女客户 我客户里没有男的 我客户都是女的 就不相信你 你那不跟踪我的时候 跟踪看着你男的呢 你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一点都不忙的 凭什么呀 你还好一些抢 我不忙你哪里有吃 哪里有穿 哪里有包包买啊 哪里有鞋 哪里有衣服可以买啊 拿什么给你买啊 你刷包卡在手怎么办啊 你这件事情不要想 我要想啊 你就嫌弃我 说话的女孩叫文问 与之争吵的是 她的男友李盛琪 文问说 凭着女人的直觉 她断定自己 交往了近两年的男友 肯定是在外面有了别人 你就嫌弃我 我明明就外面有人了 他们上火了你 还要找这个理由 你有什么证据说外面有人了 以前你不是这样子的 以前你一有空就会来陪我 现在呢 以前我比较有空 现在你只会对我说忙 你除了忙对我还是忙 你白了只会是一些女客户 我在哪里啊 我在一起算什么呀 以前我只要我提出的要求 她都答应的 态度很好很好 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近来 文文却突然发现 男友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我那时候打他电话 他不接 短信不回 你电话不接 你最后回个短信呢 短信不回 我在家里等他一晚上 消息都没有 更有甚者 文文说 他即便是人在屋里 但也是机不离手 心早就不知飞哪儿去了 对此文文痛苦不已 今年24岁的文文 航空礼仪学校毕业后 就做了一名平面模特 文文觉得 自己外形也算青春靓丽 可怎么就留不住男友的心呢 我没事呀 我没被他抓到过呀 没有呀 没有外面下搞呀 而说到这一点 文文的男友李盛奇 却是一肚子的委屈 电话接起来 第一句话一定是 喂你在干嘛 和谁在一起 一定是这两句台词 都会有其他的事情 李盛奇说 事实根本就不是文文说的那样 这其中的误会 就赖自己的这份工作 那么李盛奇究竟是做什么的 一份工作好端端的 怎么竟然会让女友怀疑 他出了鬼呢 原来李盛奇是一名婚礼司仪 平日的工作 难免会和一些年轻漂亮的女性 有很多接触 盛奇说 和这些准新娘沟通交流 就是她的工作 但在文文眼里 这一切似乎全都变了味道 盛奇讲道 按文文的理解 自己成天混在女人堆里 这常在河边走 怎么可能不失邪呢 也正因为这点 让文文有了一个深深的担忧 而这个担忧 也已经快把盛奇逼疯了 老是觉得她胸不够大呀 老是觉得我疏远她 或者是我有点躲着她 就是因为她胸太小呀 盛奇说 文文的这个忧虑 已经让她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 偶尔在街上 有看到那个小姑娘走过去啊 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会觉得 我就在看别人 我真的不知道 有时候我真的很冤枉 我说没有看 她就说你看了 你肯定在看 而且盯着别人群不看 盛奇说 面对这样根本就是莫须有的冤枉 她真是白口莫辩 我觉得这种事情很难解释 我怎么跟她解释 我让她拍的视频 做个眼睛的那种视线给她 所以我就很多事情 没办法跟她解释 也没办法狡辩 盛奇觉得 无论她怎么说 怎么做 文文始终就认准了一件事 盛奇认为 就因为这个凶 文文已经完全背离了正常行为 有电话来 如果是女的的话 就会问了是谁 干嘛 什么事情 问了一千二组 最好我把组虎都告诉她 组组十八代都跟她讲清楚 然后她最终会问 她身材怎么样 你知道吗 她其实最关心的是 对方身材怎么样 然后非得逼我说出 她的身材怎么样 我还不能含糊 其实说还可以 不是这么好 说重点 我说什么重点 凶为多少 我说不知道 没量过 你说这文牛怎么回答她 有嘴说不清 面对执拗的文文 盛奇无忌可施 但更让她没想到的是 就因为凶的问题 文文险些 就让她在这个行业圈里 声名扫地 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一般的就是四套衣服 两套红纱 两件礼服 正九套礼服 两件红纱 两套礼服就可以了 一套是出门 原来一次李盛奇和女客户 商谈婚礼筹备的事 文文却突然出现了 谁啊你是 谁 客人 什么客人呀 你就忘了有人 什么客人 你怎么看我呢 你 对不起 你说你真实 我一下傻住了 后来我还帮这个客户 去洗衣服 想挽留他妈 结果他说 小李对不起 再来几次 我受不了 他也怕呀 然后这个就 就黄掉了嘛 那女的你知道穿的多露吗 那这胸都快扑出来了 你知道吗 那这哪是谈客户呀 文文态度坚决的反驳盛奇 但话语确实没有绕开胸这个字眼 因为这件事 二人没少发生冲突 那是我的客人 你居然把咖啡就往人家身上泼 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 我公司还要开 把生意还要做吗 那个客户穿的那么露 那大半个胸都露出来了 你们两个很开心啊 哪里才是一个样子的 找回一个异性喝咖啡 有什么问题啊 哪有异性穿的那么露啊 他说你说他是你客户 那大家是谁穿棉袄出门呢 那也没有那样子露 人家的工作都是做模特的 我穿毛了 那你不要把整个胸都露出来吗 有这样子吗 那他那么穿我控制不了呀 那我看你挺开心的呀 你这点一定不行呀你 第一人干胸太干嘛呀你 说到头你就觉得你的胸都开始了 老是觉得我是因为你的身材 盛奇说 文文对胸的关注 似乎已经陷入了泥潭 无法自拔 他就觉得自己喜欢胸大的女孩 为此文文还一次次 试图要抓到自己出轨的证据 讲出来很有趣的呢 就像拍电视一样的 他先到我工作室 打电话问我在哪 我说我在工作室 他就上来了 目的就是看我有没有骗他 文文出格的举动 盛奇讲已经严重干扰了他的工作 对此连他的同事都颇有微词 他就给他一个冷不丁 是吧 就推门啪一下子 大家都大眼瞪小眼看着 谁啊 是吧 他也不 没有什么自保家门的 你怎么在这里啊 怎么又和你那个 漂亮小姑娘那么近火 是吧 很多很正常 我们都习惯了 盛奇的同事说 文文的做法很多时候 真是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而且他有时候 冲进来以后 还当场要看手机啊 是吧 你还有跟谁聊天啊 微信啊 是吧 默默啊 都要检查 什么都要检查 完全没有一点私人空间 盛奇始终想不明白 文文怎么就会有这样极端的想法呢 现在我觉得他已经是病态了心理 就是把胸 就是想把胸搞大 不是跟你说了吗 就是男性的都是 第一点就是看身材 文文坚持认为 男友李盛奇 就是嫌弃自己胸部不够丰满 才移情别恋 他说男人都是这样 他早就领教过了 那么文文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 你说你要什么没什么 就那么小 身材那么差 让我怎么带着出手 对我最打击的 那就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他直接就说身材 你看你身材 你看你男人像语言 他直接这样讲的 到最后分手的时候 原来文文说 他的初恋男友 就是因为嫌弃他的平胸 坚决和他分了手 分手后的文文非常自卑 之后他又陆续认识了一些不错的男孩 但是往往交往了没几天 对方就会主动撤退 他都直接讲了 你看文文你各方面都挺好的 你胸部实在太像 像个男人一样的 就直接这样子讲的 那在我心里就反正真的留下阴影挺深的 我就觉得这一直是一个缺陷 文文觉得问题就出在了自己的胸上 2013年在一个学姐的婚礼上 作为伴娘的文文 认识了婚礼司仪李盛琪 二人互有好感开始交往 确定关系后 文文却总是忧心忡忡 他跟我出去逛街 我有时候看他 他有没有看 我就是下意识地看一下他 他的眼睛没有看我 他在看其他女的胸部 对啊 我也怕到时候他到时候又来 你胸太小了 我身材不好 我喜欢身材好的 我怕最后还是变成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每个男人 多少对身材还是有点要求的 最终文文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觉得我如果现在不做胸的话 我觉得这一辈子就会很后悔 我觉得这个我的人生就太不完美了 我觉得 为了能和盛琪有长久的未来 文文做了龙胸手术 术后恢复期 伤口疼痛难忍 而李盛琪愣是床前床后 不嫌麻烦地悉心照顾自己 这让文文在感动的同时 也更加觉得 自己的手术真是没有白做 看着自己变得美丽的胸部 文文觉得 未来的日子是越来越有笨头了 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手术还不到一年 李盛琪却突然180度大转弯 和从前判若两人 居然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 这让文文既伤心又无奈 今天是2015年的2月14日 文文希望能和男友好好谈谈 挽回这段感情 等了很久 盛琪还是没有出现 文文决定给他打个电话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redial later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 电话那端 盛琪却按断了电话 精心准备了一个晚上 结果依然是满心的失望 这让文文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 我男朋友外面可能是有别的女孩子了 然后我觉得 她是不是也是觉得 我现在身材还是不够好 然后她外面的女孩子 有可能长得比我好看 胸部比我更大 那我现在第一想法 我就觉得 我还想把自己变得更完美一点 胸部还想整得更大一点 或许她有可能还会 态度会对我有所改变吧 原来文文决定要再次做龙胸手术 把胸部做得更丰满些 就我觉得 在第一次手术之后 已经一年左右了 但就觉得 还是比较小 我觉得跟我的体型比起来 就还比较小 想变得更大一点 正常我们刚开始做胸脑子 像你刚开始来做的时候 在手术前我们讲了很多数据 这些数据给你配的假体 其实比较适合你的 当然是当时也是 然后后来你自己的一些要求 专家的意见并不建议文文第二次做龙胸手术 但是文文说 他已打定主意 这个手术他非做不可 我现在还是想让胸部变得更大一点 因为我觉得我的男朋友还是喜欢胸部大的 那你这样是假如说 做大了以后 这种情况没有改变 你怎么办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他会喜欢我的 这么短的时间 而且你的情况很特殊 如果在意的是别人的阳光 不是让你自身的要求去做的话 还是要慎重 我是很在意别人的阳光 我觉得这种还是给别人看的呀 给别人美的享受嘛 我觉得还是在意别人的阳光 你很公直 我说了半天你很公直 对对对 我父亲也不得我男朋友 我觉得要喜欢别人的 医生的建议始终没有打消文文做手术的念头 对此男友李盛琪又是什么态度呢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 就是不允许你去容胸 不允许就容第二次 你要容胸 你就等着分手吧 你修什么胸啊你 我现在不是修 就好好跟你讲 你不想跟我分手是吧你 只要你不容胸 我们就不用分手了 那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容胸 我们就不管手了 那以前不会提分手的 你以前也不会再容第二次胸 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有错吗 我想让自己身材更好有错吗 你反而跟我分手 你外面不是有人是干嘛的呀你 你不是变得更好 你是把自己往一条不归路上推呀 那我想变得更好 你反而要跟我分手 凭什么呀 你就是外面有人 你就不能好好听我一次吗 我只说你搭乎我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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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再去容胸 我不要 风险太高了 我不要 我只能三个月外来想留住你呀 我想和你分手吗 你要容胸 你就等着分手吧 生气说 他说这话不是因为自己变心了 也没有对文文的胸部有任何的不满 那他为什么却要这时和文文说分手呢 当时他第一次整完 回来休息的时候 我都被吓到了 那三个月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 整天像木乃伊一样的 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也不能吃 连抬着手都疼得娃娃叫 你说他还要去弄第二次 换了谁谁都不会答应 生气说 正是因为他太心疼文文了 所以不忍心眼睁睁的 看着他再做一次手术 他一定要文 一定要再去做第二次手术 有时候正想把他绑在家里 或者是给他捶一脑 来让他示意得 什么都想不起来更好 各种劝各种说 不听 看到这儿让人有些不解 文文说他要去 龙胸 让自己胸变得更大 目的是为了留住自己的男朋友 可是男朋友说 你要是再去龙胸 我就要跟你分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文究竟是怎么想的 今天我们就要关注一下 欢迎你们 今天我们的心理专家是 张举向老师 你好张老师 你好 我们两位观察团 爱你玫瑰 你好 还有成立哥老师 欢迎你 文文 我觉得有点不可理解 你觉得男朋友可能会有跟你分手的可能性了 于是 你就要说 那我就要去龙胸 你把这两事是连在一块的 是吧 对啊 因为我之前 就是每次感情上 就结束 都是因为这件事情 就对我的打击影响挺大的 他们真就这么直白吗 就是因为 就说你的事 分手的时候 对 一开始是先 不回消息 不接电话 到最后的 实在受不了 就很不耐烦的 就会说出这种话 最后就很直白的 就告诉你 你身材太差了 你看就淡不出事 那是之前的 可是现任男友 他反而是说 你要去做跟你分手 他跟他们是反着来的 可是据我观察 就跟他时间这么久了之后 我觉得他外面有人了 心变了 心变了 然后我觉得男人 都是视觉动物 看第一印象的 身材好的 应该都喜欢 那小李 他认为你嘴上这么说 其实心里是喜欢的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没种第一次凶的 那你觉得我是喜欢他的人 还喜欢他的凶的 但我觉得那时候 就很不完美 因为我觉得他很好 我是想好好跟他走下去的 那我觉得我自己 身材上面有些缺陷 然后我是想改造一下 然后能更好的 就跟他在一起这样子 不想再听到他 如果跟我分开 还是因为我的身材原因 主持人 以前他说 他以前男朋友 嫌他凶小 我不排除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不排除是他自己的 个人想法 有可能他之前男友 在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 有提到过 他的身材的问题 但是后来分手 他自己也许把这个事情 联系在来一起 就他自己归姻 我觉得不是 因为到后面 他们都直接这样子讲的 说我身材不好 包括我身边一些男性朋友 就很熟的 他们就直接说 文文你各方面都挺好的 就是胸太小了 身材不好 没有女人味 而且包括我的工作也是 我身边女孩子 身材都很好的 都要穿笔记 或者是走秀 什么的 身材胸部都是有要求的 人家看你那么平 不要的 这也是我第一次答应他容胸的 原因 当时是为工作 对 其实我是一直不支持他去容胸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手术是大手术 对 肯定 当时也咨询了不少的医院 那个生孩子 母乳未养 这种都问过了 都说没有影响 然后他工作上又特别需要 所以我才答应的 但文文说实话 你坐着 你说你身材不好 我们谁都不信 至少至于看你他腿那么长 没觉得你哪身材不好 我们看看他以前的样子 好不好 老天哪 这个相差挺大的 可我觉得不够 还太小了 如果按照我们说背照来的话 这个是什么 C照了吧 C照 已经是C照了 C照已经是很大的了 C照不大 以我这个身高来说 我觉得这算很一般 还算小的 我觉得 那你想做成多大 地照 地照最起码 最起码地照 有可能还超过 对 我是希望越大越好 对 我觉得自己的身材会很好 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要躲着他了吗 没办法沟通了 他如果做他那样 你会觉得怎么该 不是 大小我是无所谓的 我只是不想再受一次痛苦而已 你是不想让他受苦 是吧 哪有人这么短时间连续农养子凶的 你自己问问他 看他第一次农完凶以后 那日子怎么过的 痛 非常痛 痛了多久 痛了将近三个月 三个月不能动 第一个月是完全不能动 当时就木乃伊 你动不动 不能动 不能动 基本上像半植物人 躺在床上 生活不能自理 都是你照顾 喂 吃喝拉撒 对 吃喝拉撒 他偶尔就是上厕所能下床 但是要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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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速度 这样的 所以我说你去容我受不了 等照顾你的人受不了 我身体受不了 你心受不了 我不想他再去受一次这样的痛苦 就那么简单 我觉得他现在是外面有人 我说了很多遍 就是我喜欢的不是他的虚 我认识他的时候 那照片你也看到了 主持人 这两人特有意思 我们都是旁观者 大家也不懂 我们接下来想请一下 曾经给文文做过手术的大夫 我们把他请来 听听他对文文想再次做龙胸 这个事情 他是什么态度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医学整容专家 任天平 任大夫 任大夫你好 当初文文做那个龙胸的时候 我们说从什么 A照做成C照 就是您做的是吧 对 那现在您觉得他要从C 再做到D的话 您接受吗 愿意帮他做吗 我们做龙胸手术以前 我们会根据他的身高 体重 以及他的胸围 我们能看到他的数据里 在这个龙胸的时候 你看 龙胸的所有胸骨之间的距离 以及他的皮下的厚度 以及各个曲线 我们所有的记录有 就是包括胸部甲体大小放在哪个层次 做好恢复情况 所有都有 这些做这些的目的 其实都是为了他以后 甚至来说对他身材的比例是适合的 那为什么你看他 其实从你们的层面说 已经按照他的意愿 是做得很标准了 但他还要再次做的话 您怎么想他这个事 首先我们是 为了我们的原则 我们选一个甲体 放一个层次 只有我们的标准 其实我们放一个甲体 这是一个示意图 因为我们放甲体 尤其没结婚的 这是个胸大鸡 我们放在胸大鸡后边 就是这个乳腺没有关系 对着以后哺乳是不影响的 就是放在胸大鸡后边 胸大鸡后边 但是你甲体很大 或者是超过他的兄弟 会很假 就是不光是穿上衣服好看 其实脱了衣服以后 甚至在有些场合又很假 更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容易硬化 所以很多我们听说过 中央龙胸手术 为什么手感这么差 我们做龙胸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除了好看以外 很多人一直手感 对 从您的专业角度得出一个结论 其实反正做得更大 未必好 对 比如像一个患者到你们那儿来说 我不是为自己 我是为了别人 比如像他说 我是为了男友 我来做这个整容 你们会接受这样的 到现在很多人做手术 会拿着明星的照片 甚至是拿着我屁股的照片 你会做成什么样 其实这些照片 我们是一看一下 直直看一下 我们不会照这个做 如果像刚才你说的 也就是为了男友去做手术 对 或者取悦男友做手术 其实这种很多 可以这样说 有些就是婚姻出现问题的 甚至是有利益的 想重新找的 这种问题很多 但是在我们这里 不考虑这个因素 我们自个按照你的情况 我们可能能达到的要求 或者我们最后的结果 去做我们的手术 反正就是按照文文 现在这样的一种诉求 和现在的现状 你们是拒绝做的 这种手术我们就不再做了 绝对不能同意 你无原则的去做 对 那文文 大夫说了 没法做 怎么办 其实这个事情 我一天劝过她 一天是劝过她的 做事都做了 做事能做的 还想做 对 还想 对 这家做不了 你会换另外一家吗 对 真这么想 对 天哪 行 那我们谢谢任大夫 谢谢您 谢谢您 给我们介绍相关情况 谢谢 妙龄女郎为龙兄极尽疯狂 你目前的心理状态是病态的 你为你前男友龙兄 真相到底为何 演播现场波澜在起 妈 你在哪儿了 你快点出了好不好 狂热背后是否有惊天隐秘 请您继续收看 《疯狂龙兄的女影》 我想问一下 玫瑰你什么感觉 你觉得你能理解 文文的这个说法和做法吗 文文 你要动脑筋想一想 当这个男孩衡量 一个女孩好不好的时候 是拿胸来衡量 胸大胸小 还有跟你分手的原因 就是你身材不好 胸不够大 都是些什么人呢 你没必要去毁掉 自己的这种身材 或者说增加这么大痛苦 去迎合那一类男人 你身边就有那么爱你的好男人 你为什么不去认同和迎合他呢 可是我不觉得是这样子 我觉得龙了之后 他还是会喜欢的 我是想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你目前的心理状态是病态的 你都有问题在哪儿 在于你对自己这个判断 第一你原来受到过一些个伤害 或者被人抛弃 你把它归结为上一个原因 可以理解 但是你等到现在这个结果 还要继续做 我是不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我做出这个选择也是 最终目的是想留住他 我不想跟他分手 说仅仅为了挽救他 我跟你讲 这个事是根本 你没有办法用他拴住他的 可是我觉得我做了之后 他还是会喜欢的 你甭惶整成C D 甚至E 生活当中还有更大的 还有原装的 你能把它拴住吗 你觉得他现在是外面有人 你说他有出轨了 有第三者 他不喜欢你了 再整 都已经出去不喜欢你了 我再整个这个把它拽过来 我一定不要的 我觉得龙儿说他还是会喜欢的吧 他喜欢那个你看见了吗 是D杯 是E杯 是F杯 你看见了吗 没有 那你怎么就能因为是那个人的出轨 人家找了一个小巧玲珑的 不是173的 是162的 所以你的这个想法又是错的 你看玫瑰 陈老师 还有阿贵 你给他交流的时候 和文文的逻辑之间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所有谈话都没有和他交叉 他坚守在这个逻辑里 这个逻辑有一个结果 就是说我把胸龙大了之后 我就不会失去我想要的关系 关系 对 我想要的一个关系 实际上他男友现在站起来说一句话 直接能把文文给你打蒙 甚至于打云 说你根本不是为我龙兄 你为你前男友龙兄 因为你前男友因为你凶小不要的你 你现在在龙兄你是为他 你用这种方式 你用这种仪式在怀念你的前男友 因为我不喜欢 这个话我已经讲过了 对 我不喜欢 那你为什么要 但是他还有一个逻辑 你和他的前男友在他内心深处 是一样的 是不是有可能 比如这个男友不是小李 是小王小张 他仍然会坚持这个看法 而不是因为这个人 对 这说明在他内心深处 有一个可能的惯性记忆 这个记忆在他内心里一直游走着 这个记忆就是 我必须在我形体上有一个完美 我必须在我内在里 和胸有关系的某种关系对象 对 这也是我们不解的 为什么他就把自己的关注点 这个焦点就聚焦在了胸上 胸是一个生理器官 但是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讲 胸那个心理器官投射的是人的关系 也叫做在心理学原理上 精神分析的投射 它就是一个依恋关系 专家解释 胸投射出的实际上是人的关系 那会是文文和谁的关系呢 这个关系怎么就影响到 他非要龙胸不可呢 接下来心理专家又会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现在想通过一个心理剧 对于文文的内心世界 有一个观察 有一个把握 好不好 出乎意料 心理专家并没有直接解释这个关系 而是邀请所有人先观看一幕心理剧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幕剧 它和文文一定要龙胸 又能有什么关系呢 妈 妈妈 妈妈 妈你在哪呢 妈你别躲起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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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吓我 妈你到底在哪啊 别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出来陪陪我好不好 妈你在哪 我好孤单 妈 妈 你在哪呢 你快点出来好不好 我自己一个人待着好难受 你出来好不好 别再擦着了 我求求你你快点出来行不行 令人吃惊的是 心理剧开始没多久 在小演员喊出几声妈妈后 一直非常镇静的文文 却突然情绪激动 落下泪来 老婆你别再躲 而接下来的情形 更是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妈 妈 坚决阻止文文龙兄的男友 却突然起身 来到了主持人和心理专家面前 妈 妈 我求求你了 我自己好难受 在这 原来 她请求心理剧暂停表演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妈 你快点出来 妈 经过专家的一再说服 她勉强同意心理剧继续 妈 你别留下我一个人 我好害怕 妈 妈 出来 妈 但是接下来的表演中 文文却扭过脸 不再看心理剧一眼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文一定要龙兄 和这到底有着什么关系呢 大伯你看到了刚才这个心理剧 小孩的这样表演 你的感觉是什么 看这小孩是挺可怜的 我是一种母亲对孩子的那样一种怜悯 就这孩子真可怜 那玫瑰和陈老师 你们看那个心理剧之后 你们有什么感受吗 有人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被他那个叫喊声 然后就很好奇 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小孩演得不错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演得不错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情节 小孩就表现得很真诚 对 我没看明白 可能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反应 说是什么意思 他和前面 前面你这个要描述的东西 好像是不是太联系太密切的 对 但是我发现张老师在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 发现我们注意到当时其实文文的反应是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 他其实眼里是有泪水的 包着的 但是到后来他好像干脆就不看了 我不知道文文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我不敢看 不敢看 你怕什么 很难受啊 看了 看难受啊 什么 你是觉得这小孩可怜 可怜 然后想到自己 然后其实很难受 想到自己什么 以前的事情 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对 小说的是 这个我们很少提的 小李刚才悄悄跑到我面前说 这一句能不能会演了 我怎么了 他说这是他的痛 他这是文文的痛 他说他是怕他难过 看他确实戳中了文文心里的痛 因为平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这都是禁区从来不提的 都是忌讳的 对 不提什么 就是不提他以前的小时候的事情 我有问过 但是他不愿意说 不愿意说 后来我就不问了 你觉得这是他的一个什么痛是吗 那么文文男友所指的忌讳究竟是什么 文文的痛又是什么呢 一幕心理剧 怎么就让他有着不同常人的反应 他一再坚持风凶的背后 究竟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请您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心理访谈 风凶女友的秘密 微博曲线 留住男友 他竟要数次封凶 除了想封凶你还想干嘛 你到底有意义的事情做好吗 无法容忍女友的疯狂 他断然提出分手 你要封凶 你就这样子封凶吧 执意封凶到底为何 我自动三入过来想封凶啊 狂热背后是怎样不堪的过往 你点鼓气都没有 连吵架都不会 请您收看心理访谈 风凶女友的秘密